北京时间10月21日,菲尼克斯太阳盾客场挑战丹佛决金队,凭借约记奇的百分百命中率超级三双,决金队最终以119比91的比分战胜了对手。 NBA正视频直播、火箭、VS湖人战皇主场首秀战哈登比赛级紧,本场之星,尼古拉约记奇约记奇展现攻防两端,绝对统治力约记奇在攻防两端,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。 他11投11中得到35分12篮11助攻的超级三双,同时还有四次抢断和一次盖冒入仗,联盟中上一个至少砍下30加10加10数据并保持百分百命中率的,还要追溯到1967年的张伯伦。 此外,人们期待的约记奇和壮爱顿的对决,也并没有那么激烈。 在约记奇和爱顿队位的时间里,他让爱顿得分挂零,还造成爱顿四次反规,球员数据,绝对方面。 除了约记奇之外,穆雷得到26分5助攻,米尔帕普14分10篮板,巴顿14分,哈利斯18分。 太阳队这边,布克25分75,投篮15中午,沃伦16分,塔南15分,爱顿得到5分8篮板。 比赛回顾,开场之后,双方失误和打写评评,终于决定对依靠约记奇的篮下强打和湖顶三分取得了领先。 随后,约记奇再次面对爱顿打进勾手,连了7分,在防守端,约记奇也让爱顿的三次进攻,都没能转化为得分。 太阳队陷入了长时间的进攻荒,他们在两次暂停过后中,于德伯达到了两位数。 而此时的约记奇,已经不可阻挡。 第一节比赛,约记奇五投五中得到14分3篮板,二助攻二抢断,帮助绝金队30比10有领先对手。 约记奇强攻得分第二节上来,太阳队似乎找到了一些手感。 布克和爱顿连连得分之后,他们将分差缩小到了8分,开场手感不佳的莱恩安德森也连续命中两个三分球。 硬看分差只剩两分,约记奇再次挺身而出。 他先是命中三分,用多次助攻队友,在赛篮下造成对手犯规。 完美串联选队,帮助绝金在第二节结束时扩大了领先优势。 以65比49领先,安德森状态回升下半场开始。 绝金队依旧手感火热,迅速将比分拉开到20分。 但不幸的是威尔巴顿在一次上篮之后拉伤了大腿内侧,被弹架抬出了场。 绝金队似乎也放松了警惕。 在第三节后半段,让太阳队缩小了分差,三节结束。 绝金92比79领先,阿顿拉赶上篮后,受伤最后一节。 担心领先优势不稳固的绝金队再次派上主力。 约记奇再次展现出了他的绝对实力,帮助球队将温差从13分扩大到26分。 打得太阳队毫无还手之力,最终,绝金队一19比91的分数大胜对手,迎来了常规赛两连胜,双方,首发阵容。 太阳,卡南,布克,阿里扎,安德森,阿顿绝金,穆雷,哈里斯,巴顿,尼尔萨普,约基奇紫硕。